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三百七十九集 不想欠你太多 楚寒正的心又是一沉 立刻追问 那你能不能解 萧兰月眼中掠过一道暗盲 跟着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行 我需要做些准备 而且不敢保证 最后一定成功 没关系 没关系 有法子总要试一试 反正比束手带币强啊 楚寒正大喜连连点头 那你能不能 让他尽快清醒过来 萧兰月点了点头 嗯 这个可以 说着他抬起右手 慢慢停在了距离 莫如玉的面部 大约两寸的地方 手掌上缓缓出现了一团 金色的光芒 令莫如玉的脸上 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仿佛温暖的阳光 许久之后 莫如玉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 口中也发出了一声 滴滴的呻吟 楚寒正大喜 立刻上前两步 莫公子 你觉得怎么样 萧兰月收回手 起身让在了一旁 倒是顾不上理会她 莫如玉的目光 第一个锁定了楚寒正 脸上竟然浮现出 一丝急切 军儿 我 我帮你拿到了卧血残 给 啊 我的卧血残呢 别慌 在这儿呢 楚寒正连忙上前 把那个瓷瓶 递到了她的手中 方才为了帮你疗伤 才暂时取出来 放在一边的 这是给你的 莫如玉松了口气 立刻将瓷瓶 推了回来 只要有了她 凝王体内的火毒 就可以解掉 你就不用担心了 快拿着 看到她的手 哆哆嗦嗦 几乎连这小小的瓷瓶 都拿不住 楚寒正抿了抿唇 先是将瓷瓶 接过来放在一旁 这才不解地开口 莫公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为什么会变成 这个样子 莫如玉摇摇头 跟着苦笑了一声 我快不行了 是不是 楚寒正皱了皱眉 不要胡思乱想 你会没事的 不用安慰我 我自己的伤势 自己知道 莫如玉依然苦笑着 不过没关系 反正 我已经帮你拿到 卧血残了 楚寒正心中 越发不是滋味 语气也更加柔和 不管怎样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莫如玉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只不过我发现 莫血残就在 高原裂的体内 所以就帮你拿了过来 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的 却在离开皇宫的时候 碰到了魔君 我又不是他的对手 就被他打成这个样子了 楚寒正很是吃了一惊 什么 原来踏破铁鞋 无密处的卧血残 就在高原裂的体内 这还真是 点了点头 他的语气中 透出一丝坚定 你先好好休息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莫如玉摇了摇头 不用白费功夫了 我们根本解不了魔族的黑魔法 不 一定会有办法的 楚寒正打断他的话 仿佛是为了给他足够的信心 总之 我一定会救你 我会让你出事的 一听这话 莫如玉反而不急着开口了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楚寒正有些不解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莫如玉摇了摇头 慢慢闭上了眼睛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如果你是真心不希望我出事才这样说 那就好了 可我知道 你只不过是看在我帮你拿到了卧血残的份上猜 不过没关系 不管是为了什么 你肯这样对我 我都很高兴 很高兴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简直已经如同梦翼 虽然对他从来没有过半点男女之情 可是此刻 楚寒正却仍然觉得心头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愧疚 一直以来 莫如玉都好像帮了他很多 而他却从未给过他任何回馈 所以这一次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他都不会让莫如玉出事 便在此时 萧兰月上前两步开口 姐姐 那我先回去想办法了 好 无论需要什么 尽管告诉我 就算千难万难 我也必须要救他 嗯 我知道 我会尽力的 楚寒正点头 什么也不曾说 却不由无声地苦笑起来 想要救莫如玉 只不过是不想欠他太多 可是他自己根本束手无策 只能求助于萧兰月 如果萧兰月真的帮他救活了莫如玉 他岂不是又欠了萧兰月一个天大的人情 这两个人碰到他 还真是倒霉呢 必须不停地替他收拾烂摊子 罢了 以后找机会再回报他们吧 可是萧兰月刚刚离开 莫如玉却又突然睁开了眼睛 眉头紧皱 珍儿 萧兰月说想办法 是要想办法救我吗 我才不要他救 想起之前莫如玉对萧兰月的敌意 楚寒正立刻柔声劝慰 这种时候了 不要任性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不是任性 只是他不会真心帮我 莫如玉的态度很坚决 承儿 你根本不知道 他是我们的敌人 你看你 又来了 尽管知道他现在伤势严重 楚寒正还是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你知不知道 刚才就是有他帮忙 你才会清醒过来的 而且在我们所有人当中 恐怕只有他 才有办法破解黑魔法 莫如玉依然冷笑 他绝对不会真心帮我 只不过是做给你看的罢了 承儿 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有什么必要污蔑他 他跟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 楚寒正很有几分无奈 看在他身受重伤的份上 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劝解 我知道 你不是故意污蔑他 只不过是对他有些误会罢了 等他破解了你身上的黑魔法 救了你的命 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真心帮你了 莫如玉摇了摇头 还想再说什么 楚寒正已经一抬手阻止了他 好了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休息 保存好体力 以图来日 而且你放心 萧懒月帮你破解黑魔法的时候 我会在一边守着 就算他真的要对你不利 我也会拼死阻止的 三言两语之间 显然也说服不了他 莫如玉也着实有些支撑不住了 只得叹了口气 暂时闭口不言 看着放在一旁的瓷瓶 楚寒正上前替他盖了盖被子 跟着也叹了口气 莫公子 我又欠了你一份天大的人情 我会找机会还的 虽然这句话很苍白 不过除此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莫如玉开口 声音已经比方才微弱了一些 何况 又不是你要我做的 是我自己愿意 为了你 我无所谓 可是我有所谓 我不想欠你那么多 你知道吗 因为我根本就还不起 你既然知道 我血残就在高原猎体内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我为了云 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没有必要 去冒那个风险啊 莫如玉重新睁开眼睛 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抹 淡淡的哀伤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虽然我希望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让凝王出世 所以那天我想带你离开 不是想趁人之位 只不过当时时间紧迫 我只能救一个人 当然会选择救你 蓁儿 我承认我很自私 但是如果时间倒流 一切都从头来一次 我仍然会这样选择 只要你安然无恙 哪怕我死 都无所谓 楚汉征心中 有着明显的震撼 因为他没有想到 居然是蓝叶云 最准确地猜中了 莫如玉的心意 原本他算得上 是蓝叶云的情敌 所谓当局者迷 他对莫如玉的看法 应该更偏激 可现在看来 竟然是他最了解莫如玉 也就是说 当时莫如玉的做法 虽然为他所不能接受 却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卑鄙无耻 那只不过是一个男人 在看到自己最心爱的 女人遇险时 最本能的反应罢了 你看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 看他沉默 莫如玉显然误会了他的意思 不由轻轻摇了摇头 算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 不 我相信你 楚汉征立刻摇头 心头的滋味 尾身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我只是 只是觉得 你这番心意 实在是给错了人 我注定无法给你任何回馈 你又何苦 继续沉迷其中呢 莫如玉笑了笑 我也想 可是我无可奈何 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的记忆 被人强行封存了一部分 但是潜意识中 我就是知道 我要带你回去 不能放手 因为那里 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 楚汉征原本一直满怀愧疚 可是听到这句话 他脑中却不由灵光一闪 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莫如玉对他的执念 本就有些莫名其妙 现在想来 难道是那个 将他的记忆封存的人 在他的身上动了什么手脚吗 或者是用什么法术之类 影响了他的大脑 在他的脑中 留下了这个执念 所以两人 虽然从未见过面 他却只凭一幅画像 就认定 他就是他这一生 想要的人 对 一定是这样 否则一切根本说不通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莫如玉 将他带回去 却又怕他不肯执行这个命令 便干脆将这个意识 直接中在了他的脑子里 真的会是这样吗 可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楚汉征不由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好吧 但我是在胡思乱想 甩甩头 他将这些荒诞的想法 甩在了一旁 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当最终的谜底揭开 他才发现 他的想法并不荒诞 而是最后的事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